歡迎回到Q&A 你有問題 我們來回答 一起來回答 上一期的Q&A 很多人在我們的留言底下回覆 然後說想要再看更多 所以我們這次又針對了一些留言進行回覆 好那我們接下來問一下 上次我們有拍CRV日時跟CHR的機品 那有網友在下面問說 哇這三輛都是不同的車型要怎麼比啊 為什麼跟日時比會是這兩台車 要也是找HRV或是CX30啊 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先看看 你目前在用車是屬於哪個階段 假設說你已經確定我就是要買休旅車 我需要空間 那你當然就會去拿市面上 通緝具的休旅車一起比較 但是有許多人他在買車的時候 他其實還不是很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麼 像我就是 所以說他這時候 在價格在相近的情況下 他會去比較 鮮貝車 房車 化解休旅 甚至是中型SUV 然後都去試開看看之後呢 他其實才會知道說 真的符合自己需求的車是什麼 像我一直以為自己需要空間很大的車 開完之後 我覺得CHR也很OK 因為你又不是說你好像每天都載一堆人 對啊 其實以你的情況真的是CHR就夠了 對 下一題 下一題呢就是上期QA下方的回答 那有人問說 我們即將要做Central Altis Focus的集頻 但是為什麼少了Mazda 3呢 Mazda 3喔 呃 如大家所看到的 我們其實現在只有三個主持人 所以你看我們的集頻 大概就是三台車 因為四台車的話就少一個 就少一個人 就少一個人試車跟講評 當然我們也很希望這次的集頻 可以把Mazda 3拉進來 那我們會盡量在人力的部分去安排 下一題 豪華品牌的集頻 包含現在熱門的中型SUV 我們已經在規劃了 但是因為現在前面還卡了很多集頻 太多了 我們現在好多事情 所以在原則上11月 我們會做豪華品牌的集頻 請大家拭目以待 太棒了 那主管想問一下 會有Urus的集頻嗎 呃 如果說真的要看超豪華品牌的 我們也是可以做啦 你們想看嗎 對啊 就比如說像現在Bentega 然後是馬丁的DBS 我現在都蠻熱的 真的 好啦有機會 但是因為我抽零還不夠 我們再研究看看 研究一下 應該是有機會 不然就我跟Rober開就好啦 對啊你就旁邊那兩次 欸欸欸 好下一題 因為我們上次有報說 Toyota的油電車 炸車失靈的那個事件 然後有網友問說 我們這樣子會不會被T牌黑掉 那以後會不會借不到車 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在跟Toyota官方借車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這件事情它本身是跟安全性相關的 而且它影響層面算是蠻大的 那我們希望看到這個影片的車主 能夠可以趕快去爭取支撐的權益 那未來如果說跟這種安全性有關的事件 我們也會持續的關注 沒錯沒錯 下一題我要問文姐呢 他不是在剪片嗎 因為我們最近影片的數量真的是蠻多的 所以最近文姐啊 他們都在改影片的東西 所以沒什麼空跟我們一起出去試車啦 但有機會的話 我們還是會盡量把他們抓出去 因為你可以看到最近文姐的影片 都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 比如說他講人家糾察隊啊 到處給人家貼標籤啊 這都是他搞的 什麼誰搞的 不要隨便講人家外科話你知道嗎 是他你 你為什麼在講 不是我偷懶 偷懶 沒有沒有我看像鏡位啊 還有白色這樣剪起來好不好看 這干你什麼事 喔喔喔沒事是不是 所以你躲在這邊很久了喔 沒有沒有 你不是剪片那邊 不是不是 喔喔喔喔對我好像還有片要剪 掰掰 超會 好下一題 用勞機法 什麼東西啦 以前我們都會講日夜趕工嘛 但是因為我們要遵守勞機法嘛 所以我們不能一直加班嘛 我們就是白天的時候作業嘛 比較趕快做一做 所以他都沒有時間 所以他其實現在就是白天都要忙著剪輯嘛 所以比較少機會跟我們一起試車 好我們先為溫姐木哀 下一題 我看到他剪得滿開心的耶 是喔喔 對啊 下一題 為什麼車頻大多都不憑車內噪音呢 用分貝儀量一下之類的啊 那之後可以加入測分貝的環節嗎 量噪音這個事情啊 大家可能想的是比較直觀啦 可能我就拿分貝器去量這樣就好 但是其實你如果要量噪音的話呢 你必須要有幾個動作必須要做的 第一個你要有一個就是專業的場地 或是固定的場地 你每次都要在這個地方測 再來說你測試的環節每次都要相同 那這本身呢 它就是一個蠻大的困難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在一般的試駕裡面 我們不會把這個加入 因為我們測試的場地 像我們超級測試現在都有 專門都有做分貝的測試 噪音測試 但是呢 那場地離我們其實是有段 有一點距離 對有一點距離 所以我們在時間考量上面 我們沒辦法再測單車啊 或是說這些計頻的時候過去 但是在超級測試的單元裡面 就會有很多的數據 不管是現在熱門的新車 或是說好好品牌啊 這些我們其實都有測 大家可以去看超級測試 好下一題 8891汽車之前 是不是有上傳過 現代Venue的試駕影片 然後又下架了 會有Venue的試車影片嗎 想看Venue 我們車都還沒摸到 所以沒有上架或下架了 但是我們排這個月 我們會試這台車 到時候再來看看 這台車開起來到底怎麼樣 我個人是蠻期待的 據說這台車是 for女生設計的對不對 的確啦 他們當初在開發的時候 客群是有瞄準女性客群 沒錯 然後實際上在韓國 目前的銷售比例裡面 其實有將近一半 也是女性車主 所以我真的馬上開看 到底這會是什麼樣的一台車 真的耶 所以女性朋友記得 要關注我們的影片喔 男生也可以啊 下一題 下一題 這一題 我覺得我自己講有點怪 給你講好了 我講 有點不好意思 哪邊啊 哪遠一點 你也很誇張耶 這邊 那題 佩佩是不是瘦了很多 呃 大家覺得呢 瘦了瘦了 因為前陣子 因為你知道 當上班族很容易一直做 然後做著就會變胖 然後後來我進8891後 我就直接胖了三公斤 對 然後我很積極的努力運動 大家如果有follow我的IG 可以看到我在瑜伽健身 歡迎大家一起跟起來好不好 大家記得下班要運動喔 不要像他一樣 喔 我就 講很多 年紀到 再來一個是 佩佩變漂亮而已 這會不會講話啊 應該是本來就很漂亮吧 謝謝 對啊 然後再來一個 佩佩有男朋友嗎 沒有 沒有 那趕快去找一個啊 沒有啊 我每天都被困在這裡 我是要去哪裡找 什麼我們困住你 不是是真的啊 你看我每天都跟這些臭男生在一起 你們說是不是 真的 臭男生 蠻臭的 沒有辦法認識新的 新的男生 你就自己要想辦法去鬼混啊 這樣才有機會認識男生啊 要鬼混才有辦法認識對不對 對啊 OK那我了解了 不然男生我幫你介紹 可以介紹 可以介紹啊 對啊 然後再來是 佩佩嫁給我吧 各位網友 我覺得這個我要先幫你篩選一下 你要幫我篩選嗎 所以 我想先問你 你有練Burgini嗎 我沒關係 我這個人 輕簡持家 再來是 可以做看看一年期的超長 超長 這個看不太刺了 這個給你看 你很誇張欸 好下一題我來說 我們可以做看看一年期的超長試駕企劃嗎 有啊我們現在 我們站上有個試用中心 你可以下載我們8891汽車的APP 然後裡面呢就會有試用中心的報名 你可以去報名說我們現在有熱門的新車 比如說現在正在走的檔期有 有CORNA COURSE 然後又有CENTRAL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長期試駕的機會 那因為有些人並不是那麼擅長寫文字 然後我們也會幫助這些長期試駕的車主 去幫他整理成一份長期試駕的報導 哇 那大家可以去看我們站上文章 因為最近有些熱門車款 對啊 像我自己有些車沒開過 那下次如果有這種好康的 可以先跟我講嗎 那你要先報名啊 我們审核一下嗎 我沒有辦法報名 因為我不是網友 就是大家如果有喜歡的車 你真的要趕快去報名 好不好 OK下一題 GOOGA 180它是都沒有手動換檔模式的 不過呢它有一個L檔 那L檔就是低速檔 在長下坡的時候 你可以搭配煞車去做減速的動作 那我們試過那個L檔 其實它的換檔邏輯算是蠻聰明的 我覺得雖然說它沒有手動換檔模式 但是搭配L檔也算是夠用 下一題 GOOGA 180低速行駛會有頓挫感嗎 網路上有車主說呢 在1250轉到1500轉時 會有過早換檔重拖的現象 有嗎 我們在開那台車的時候 其實也有遇到這樣的情形 那主要是出現在我們使用ECO模式的時候 這時候它會提早把檔位換到比較高的 通常我們開車都是輕輕含著油門而已 那這時候它並不會主動的降檔 那這時候你就會覺得說它扭力不夠 然後車子有重拖的現象 除非你就是用力把油門再踩深一點 那時候它會很快降檔 不然就是回歸到一般的使用模式 讓我想到了我們前陣子在測 KUGA 180的油耗 這個還沒有上 但是呢 那天我有偷開了一下 你為什麼偷開我的車 不 就想試看KUGA的那個動力怎麼樣 它沒有在ECO模式下 其實它1250轉到1500轉的時候還蠻有力的 嗯 這我可以證實 那不是重點啊 你為什麼偷開我的車 你才偷開我的車我才沒講你耶 你偷開我的CRV還給我重彩 氣死我了 應該是沒有這種事啦 大家可以看我們之後的影片 好 記得看 好 下一題 阿基拉 我覺得這一題真的是問太好了 阿基拉你可以多往集水區跑嗎 幫助台灣紓解漢象 這是什麼問題啊 世界上有很多就是很乾的國家 像什麼以色列啊 那個非洲啊 沙拉沙漠啊 中東地區啊 你知道這些人都需要那個水 你要不要去幫助他們 先撇開我要不要去耶 那個雨神我不是交接給你的嗎 至少是啊 不是不是 有跟大家講 我每次只要跟他出去拍一片 是一定會下雨 不信你們自己看影片都知道 講好話鼻子會變差 規律講 真的啦 不信你問他們 對不對 還起風 還起風 對啊 攝影師都知道他可以作證 下雨之前本來就會起風 不是 搞屁了 下一題啊 有人問說 8891怎麼沒有去Toyota的發表會呢 這題蠻簡單的啊 因為我們沒有收到邀請 沒錯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第二題 CORACO的多連桿換成扭力量 是不是偷料 舒適性 操控性 會有差嗎 因為我們現在也還沒開過這台車啊 所以我也不能夠跟你講說它到底開起來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這邊啊 你也不能夠講一下是偷料 因為每一個產品在開發的時候 它其實都已經設定好它的客權價格以及成本 所以呢相對來說呢 它在材料啊或是設計上呢 就會有一些調整 那我們今天要檢驗的是說 今天它這樣的設計喔 到底能不能夠符合我們真正這個客群的使用需求 對 這才是我們要注重的 因為我們現在也還沒開到車 等我們開到車之後再跟大家說 沒錯 最後一題就是有人想要請求我們 急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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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A CROSS會有急頻嗎 一定會有啊 因為我們租了一台車嘛 那是我們試用東西要用的 但是在這台車上我們也會把它拿來製作很多機頻 包含跟它同級距的不同級距的 然後單車試駕等等 除了這個機頻之外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的機頻 我們基本上 連第四季我們都是安排機頻的 剛剛講到豪華品牌的機頻 對 豪華 然後CORRACOSS 還有網車 對啊 天啊 好 OK 還有很多機頻 請大家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針對今天的QA 有沒有人有任何問題想要問的 可以大家在底下留言喔 跟我們說 那我們針對每一次的試車 下方的留言都會進行回覆 那記得訂閱我們8891汽車 小鈴鐺也記得打開喔 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